恭喜广东队的魔术轰出了双20的成绩 刷新了高度 一剑连搭档上了威姆斯的王炸组合呢 真的发挥非常的出众 并且呢 这也使得杨明主教练跟李春江主教练 接下来都要麻烦都要倡斗了 为何这么说 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查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 提到广东队跟山西队的第二场对决呢 广东红尼队终于完成了大仿超 并且呢是大比分击败了山西队的 这也使得广东红尼队呢 原本的第一场比赛26分输给了山西队嘛 那么到了第二场比赛呢 随着义剑连跟威姆斯的重磅发挥啊 两人的合体之下 成功呢 完成了大仿超 15分的分叉击败了山西队 其中提到本场比赛 你要说谁的发挥最为出色 那肯定要数义剑连 阿联他的重磅崛起 阿联他的重磅发挥啊 成为了广东红尼队呢 当何带队取胜的光剑所在 并且呢本个赛季啊 要说广东红尼队能否未免四连贯啊 光剑的人物还是要看义剑连啊 没想到呢义剑连哪怕说年龄不断的增长 以往还受到了跟剑断裂的影响 但是 阿联呢上一场比赛 面对同席队 轰出了31分的最高得分 并且呢本场比赛 再次对战伤其队呢 阿联呢居然再次爆发 轰出了23分的数据 最重要的是什么 阿联甚至还拿到了20个狼板球 看得出来吗 阿联呢连续 双20加的得分数据 那真的是惊艳了 全场 而且呢也是杜丰重点夸张的对象 另外呢 义剑连他在球场上呢 终于找到了他的最佳搭档 也就是广东红尾队呢 新一届的网诈组合 分别呢就是一剑连搭档上的威姆斯的 一剑连跟威姆斯的搭档组合 大家可以发现呢 在球场上打得不可开交 打得呢 非常的有默契的 其中阿联作为核心的中锋 威姆斯作为小前锋嘛 前锋跟中锋的共同联手之下呢 那真的是进可攻退可守的 毕竟呢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呢 阿联呢是可以很稳的拿到 全场的一个进攻狼板球的 另外呢 在得分能力 中距离的投射呢 可以交给威姆斯 威姆斯的投篮命中率呢 也逐步的提高了 并且呢 拿到了广东队全场 最高的得分24分的数据 狼板球呢 同样拿到了7个 那么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 阿联他的防守狼板球 更加不用多说 阿联全场呢 一共拿到了20个狼板球 所以说呢 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有了一剑年 那么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呢 中锋的阿联也可以跟威姆斯 形成很好的一个默契搭档 双方呢 可以互相助攻彼此 来共同得分 所以说呢 广东红领队新赛季当中的 网炸组合 目前来看 那就是 当核的大外援 威姆斯 以及呢 当核的本土核心中锋 一剑年 随着阿联跟威姆斯 两人的重磅崛起 两人呢 共同的发挥出色之下 共同拿到了47分的数据 完成了大访超 完成了复仇 击败了商戏队 那么这也使得呢 杜丰祖教练呢 在新赛季当中呢 终于找到了希望了 哪怕说 马上布鲁克斯 他跟剑断裂了 哪怕说呢 赵瑞因为呢 他个人的家务事情 没有能够上场打比赛 另外呢 还有输尾 所以说呢 广东队随着多民主力 缺证的情况之下呢 依旧能够有一几年 站出来 搭档上了威姆斯 王诈的双人组 新赛季当中 依旧使得广东队 具备争夺12座总冠军 这个勇裕跟实力的 另外呢 在对仗着辽宁队的 杨明祖教练 以及呢 在对仗着上海队的 李春江 其实对于广东 红尼队来说 新赛季呢 依旧要去争夺 四倍的总冠军 依旧呢 是没有放弃 任何的一个目标追求的 所以说呢 随着阿联23加20的 重磅崛起 搭档上了威姆斯 那么大家是否 支持和认可 广东红尼队 新赛季依旧能够 拿到12座总冠军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以后呢 就给咱们的视频 尝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呢 继续跟进探讨 下期